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先用簡報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OneNote這個平台 我們剛好跟各位介紹過其實大多數的人通常都對於自己學校的數位學平台 就是沒有太大的喜歡啦 因為大部分都像我們剛跟各位提到教作業啦 老師指定你上去看 所以平常各位比較少到這邊來 那OneNote其實它有個好處就是 它其實就是我們一般講現在叫翻轉學習 翻轉學習 那這個翻轉學習的部分呢 除了有我的以外 事實上你進到OneNote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看到更多別人的 我們剛剛在發現裡面有沒有很多別人的 當然如果你想要指定品牌的話 你打我的名字會找到很多嗎 這樣有沒有找到很多 你在這裡能夠找到的 在發現這邊能夠找到的都是公開的 好都是公開的 所以你想要加入就加入 那這個是在群組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延期的部分我都有公開在這邊 那麼課程其實我也有 所以你可以也可以找我的 這樣一找也是一堆 也是一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找 當然你也可以就是用你想要關鍵字找找看 它一開始也有做一些分門別類 幫你簡單精選幾個出來 你就可以在這邊看 所以這個是跟我們一般各位看到的這個數位學品牌比較不一樣 就是上面的資源是比較多 因為也有不少人就怎麼樣 就是做開放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 在去年應該是暑假吧 我有幫OneNote錄了一系列的這個介紹影片 好介紹影片 那它剛剛其實大家已經有體驗過 第一個它有很大的好處 也沒有發現它很有彈性的註冊方式 就算你不想要那個按個訪客我也可以進來 那這個對其實有些時候比如說社團的也好啦 或者是一般的老師的教學 我就不一定要註冊 你只要有那個代碼你記住就好了 就很簡單 現場就可以用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哪裡 可以在平板上或手機上用 只是一般來講 我們比較不鼓勵各位在手機上用 畢竟螢幕太小 教材不見得每一份都適合 就是在手機那麼小上面看 所以平板勉勉強強 但是用手機就不是那麼OK 因為它不是用APP的 它就是透過網頁 所以你要連上網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OneNote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它就是跟誰在一起 Google的雲端硬碟 Google這個雲端硬碟 那Google的雲端硬碟 來放你的資料 請問各位 平常的那個雲端硬碟 Google的雲端硬碟空間多大 你的是多大的 15G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學校 我記得是沒有跟那個 Google合作 就是有那個Google網域貸款信箱 就是自己的 就是只有學校自己的 所以如果像有些學校 它是屬於Google網域貸款信箱的 像現在很多國中小偷有 他們空間多大知道嗎 這樣啊 你知道這樣子是答對嗎 這樣啊 因為空間無限大 所以不知道 真的我也不知道容量多少 所以你不知道是答對的 這樣了解 不知道也可以答對齁 所以 它的好處就是像這樣 它是跟雲端硬碟整合在一起 所以說 這裡對一般各位來說 有個好處在哪裡 你如果用學校的 我問一下各位好了 你用學校的這個空間 請問你畢業之後 那個空間還會不會在 那你有想過 你們在大學的時候宿舍搬過幾次 蛤 你們不是住外面嗎 大部分很多同學都住外面比較多對不對 請問你搬家搬過幾次 你有沒有很喜歡搬家的感覺 如果你的檔案也這樣 要常常搬來搬去的 累不累 累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能夠跟我的雲端硬碟 整合在一起的話 有個好處 今天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假設哪一天你覺得1NO不行了 或是1NO哪一天倒掉了 這是我們不樂見的 但是萬一 因為服務也不可能永遠存在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是放在這邊 萬一倒不行了 你要搬家 是不是要下載備份 然後又拿出來 是不是很麻煩 但是呢 如果你是跟雲端硬碟在一起 那很單純啊 我要分享 我就從我自己雲端硬碟 把它分享出去 不要就把關掉 或者移出檔案就好了 雖然連結在 但是進不去 這樣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等於說我們利用1NO一個好處就是 你的教材是統一管理的 今天不管你是拿來做教學也好 拿來做就是一般的 學習 這個就相對方便 那再來呢 我們剛才有看到的就是 你可以透過1NO上很多人 已經有開始就是一些公開的教材 課程或是群組 你就可以學到更多 好就可以學到更多 它就是好像一個學習平台這樣子 那麼像我們現在跟各位用的這個 就是我們演習裡面我們用的這個叫群組 也就是說呢其實待會兒 你進到這個1NO裡面之後 你會發現 誒 平常上課 我不知道平常老 就是同學跟老師的互動多不多 你們現在跟老 平常上課跟老師互動多不多 老師是誰認識嗎 我怎麼問這麼膚淺的問題 至少你應該不會走錯教室吧 對不對齁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上課常常會有一個這樣的情形 就是 都是老師在講 同學有沒有問題 老師要自問自答 沒有問題齁 我們繼續吧 不然你就分組報告啊 那你是不得已的啊 才要不得已 我就只好上來 你有沒有很高興自己上去報告的 應該很少啦齁 如果有的話 那老師比較高竿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 等一下我們看到就是 我們在這個教學過程裡面 今天不管各位是要做教學 或者你要協助 你當TA 你要協助老師 其實找到一個好的平台也是很重要 對不對 老師可以知道同學的什麼 閱讀情形啊 彼此互相回饋啊 這樣是不是 老師會比較清楚大家的學習狀況 可能就比較方便去做調整嘛 他的課程的調整 不會說 老師上他的 我又不知道你們到底會的沒有 然後講下去也不是 不講也不是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給各位稍微體驗一下 你就知道說 欸這個到底是差在哪裡齁 那再來呢我們往下看一下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少關注啦 因為你已經過了這個階段 國中 這是國中老師啊 欸三冠王耶 還有王正宗老師 他有寫作這本書 那其實真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透過現在所謂的翻轉學習 OneNote只是翻轉學習的其中一個選擇 好 那我會選擇他是因為他是國內廠商 第二個就是整體服務上 我們在溝通上還算容易 跟國外的比起來的話 而且功能又還不錯 事實上各位 你知不知道 即使你用的是一般帳號的Google 他有一個服務 是今年針對一般帳號開放的 叫做Google Classroom Google教室 你都不知道喔 你到底在哪裡要找 這表示這個關鍵字沒有 沒有在關注就對了 事實上Google Classroom 也有一些學校在用 只是Google Classroom 目前還相對來講 功能是比較弱一點 所以一般來說 大部分老師都是拿來當作什麼 交助用 因為就雲端硬碟嘛 所以交助用是最多的 那跟OneNote目前比起來 算是還差蠻多的 好 那麼我們再往上面看一下 註冊篇 這個呢 你就可以參考一下 在我的部落格 我的部落格裡面呢 我有一個專區 是這個 翻轉學習專區 你可以進到這個單元裡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我公開的 就是那個 群組 公開的群組 我都有放在這邊 不好意思我已經破白了 男生有當過兵的 對這個數字會比較敏感一點 哈哈 我的群組量破白了啦 所以這些 當然有的我是沒有公開的啦 不要這樣嘛 總是要給我一點不公開的 我才可以賺一點錢嘛 對不對齁 就大部分我公開的研究都有啦 那開放的課程這裡面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那你可以往下看 這就是我錄的那個教學影片 那我們除了錄聲音的部分之外 字幕也有做 那你看這是註冊篇的 有沒有同學怎麼加入 怎麼做學習的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像這樣 把它錄成短片 錄成短片 所以你拿一個不大了解的 像我們剛剛有加入群組 對不對 然後這邊呢你看 這裡 因為各位可能聽不到聲音 然後 一點點 那字幕你可以單獨打開 你可以單獨打開 所以我有把它錄好 這樣各位就比較方便 這個是像這樣 那再來如果你覺得 這個我適合學習還不夠 我想要拿來做備課 比如說你協助老師做備課 那我們怎樣來利用這個one note 提供的功能 很快的幫你做好 這個教材的準備 教材的準備 有很多種方式 有很多種方式 最後呢 在第一的部分 我們就會做所謂的班級經營 這個呢 就是我們現在群組的這個功能 好 因為它在裡面可以有比較多的互動 有比較多互動 而不是只有單純 我好像只是放教材而已 等你用一段時間 你就會需要高手來了 有沒有 因為你難免會遇到一些狀況 那這些狀況 你怎麼樣去 找到比較好的解決方式 那我這邊也分享了一些 這樣OK嗎 這個是 我們先針對one note的部分 簡單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簡報的部分大致上就是以這個為主 就是以這個為主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來吧